嗨,大家好,我是首夫 今天呢,我们店里接了一台 我们泰州人自己造的车 什么车呢?我身后的领克03家 一家我们泰州的企业 能造出这么漂亮的车 作为泰州人的我,还是感到很骄傲的 作为泰州人的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点个赞 这才叫车嘛,你看 超大的尾翼 四出排气,加运动包围 然后加上这18寸的 合金轮骨,满满的诚意 体现了我们泰州车企满满的诚意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车的内饰 三福斯的运动方向盘 这种握持感,就是 斑毛皮,很舒服 然后加上这个赛道座椅 包裹性特别的好 做进去之后呢,就整个 被包住的感觉 这种背的支撑 非常好 我们来车里面看一下 哇,这个门非常重 听着声音就感觉 这个门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然后 整体坐进来呢,这个车 还是感觉很年轻很运动的感觉 面板,然后加上这里 我不知道用料是什么样 包括这里都是用斑毛皮 然后车顶呢,也是用斑毛皮 整个车顶就是斑毛皮 好,看到这个面板 就是,这种呢,就不会产生划痕 很好,不会产生划痕 要是一样 那我们现在来启动一下车子 看一下 看,启动那一刻有啪的一声 不知道什么情况 然后呢,它有一个 驾驶模式的选择 我们看一下 经济模式 舒适模式 运动模式 还有赛道模式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区别 运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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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道模式 哦,明显感觉后面呢 拍式阀门打开的感觉 看到,不一样的感受啊 就是这个车 20多万能买到这种 还有驾驶模式的切换 这种车啊 真的 我如果是 呃 在二十几岁的年龄 我绝对选这个车 现在呢 太老了 选这个车 人家觉得我们装嫩啊 但是这个车 确实是好车 作为泰州 泰州生产的车的话 真的 做到这个车里面 不单单是这个车好 就身为泰州人 还会感到自豪啊 真的啊 我们的车上小哥啊 一米九的身高 坐这个车 坐不进来 怎么样感觉 感觉太急了 太急了 腿都放不下 腿的大长腿啊 大长腿的小哥哥 就不要坐这个车了 不要买这个车了 然后呢 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车的价格 他最低的有1.5T的126,800到最贵的是2.0T的228,800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价位满足了很多人的需求啊 对于这个车 我听说是卖的很火的 但是我们呢 贴膜呢 好像暂时还没有接过这个价位的车 也没有贴过这个03家 总的来说整个外形加上内饰 包括一些这个配置的话 我觉得很值得购买啊 是我的话我刚才说了 我在这个年龄 我绝对会买它 然后呢 我们就正式开始贴膜了 这原厂的人物还挺好看的嘛 嗯 是挺好看的 不过BBS不是原厂 车主花了25,800万 哦